《尹尔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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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好有範疇 他主要出汗 出落一去 精神的身體好些 94岁的崔伯伯 最喜欢打羽毛球 低炒 反手 扑球 全部难不倒他 跟他一起打球的朋友里面 他年纪最大 连续打了半个小时都不用休息 朋友都要轮着跟他打 最强烈是他 我们不行 我们站着不动 他就像猴子那样 跳高球 我们不行 先拉根 比起很多同龄的长者 敏捷精神 崔伯伯说全靠有做运动 一三打打棋 二四六打羽毛球 礼拜 礼拜行山 石都没有停 虽然崔伯伯日日都有做运动 但老人科医生欧阳东伟就说 还未够全面 对长者来说 可能运动 大部分他们看到的都是大样的运动 例如可以散步 或者缓步跑 或者一些平衡的运动 比如耍太极 都是很好的运动 但有一种运动 是长者比较忽略的 就是针对肌肉训练的运动 医生说长者流失肌肉 不知不觉间会影响日常生活 这种运动 抹几个这种里面 不抹得多就很重 以前躺了八斤的东西 现在都觉得很重 这些力量就没有了很多力量 这些都是一些先兆或精兆 我们要留意肌肉的锻炼 肌肉一般会在40至50岁左右 加快流失 而且越不动就会流失得越快 一个长者 尤其是因为有病 住在医院里面 她只要躺在床上 落不到地站不到 她流失的出动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我们见的例子可以是说 一个星期是没有了五公斤的肌肉 你好 阿伯 我们今天不如试试你的肌肉的力量 看看你是属于合格 不合格 还是超合格 好吗 一 二 三 开始 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好像银行那样 处了很多肌肉 去到最高峰 然后慢慢随着连税就一路下降 欧阳东卫说 留意到很多长者 往往因为患有痛症 很怕做负重运动 但是其实练好肌肉 反而会没那么痛 正正你就是要练好你的肌肉 尤其是四头肌 即是脚的肌肉 你才可以保护到肢关节 背脊也是 姿势的问题 或者练好之后 有些骨质疏松 开始有些寒背 很多都是 如果你能够练好中央肌肉 对那些痛症全部都是有帮助的 但是在有痛的时候做运动 的确是要小心的 要適可而止 为什么叫適可而止呢 第一你可以问自己的医生 医务人员 甚至物理治疗师 都可以给到好好的意见 大家 其实长者和年轻人训练肌肉的方法都一样 都是透过做一些阻力运动 去刺激肌肉的生长 不过强度就会不同 一 二 三 四 杨逸康是这一间长者社区中心的体色能教练 这一日教长者做橡筋粗 训练肌肉 所有运动之前最好都留一些时间做一些热身动作 一来就是可能帮助改善一些身体的柔软度 二来就是让身体尽快投入去运动里面 两只手在橡筋带里面 入带是手指东 出带是手指尾 好 我们做一个分练空肌的动作 两只手 握着橡筋带的两边 和打圈 叠橡筋带大约跟肩膀阔 留在阔带的位置 阔带的位置 摆起手臂外側近翼下位置 手臂外側近翼下位置 做到之后提起手肘 使得手肘和肩膀成一直线 拳头向前 我们做的时候用力向前伸 截至手肘微弯 就不是直到手的 做的时候要留意呼吸 用力的时候呼 放松的时候吸 千万不要因为不够力而闭气做 接着的动作是练乱老鼠耳头肌的 一条橡筋带放在地上 踩带就行了 尽量两边差不多长度 两只手在橡筋带两边打圈 做的时候上臂不动的 只是前臂动 用力向上 屈臂 老鼠耳朵在绷紧的感觉 慢慢落下来 练好二头肌 长者拿重东西的时候 就会没那么辛苦 接着练的是大腿的四头肌 即大腿前面这个位置 握得尽量肩膀再阔就够了 放在脚上 尽量抬膝 抬高一点 两只手 握着橡筋带两边 手肘保持90度 放在身体两边 固定了 不动 做的时候 向前硬 慢慢回来就行了 做的时候 膝肌不用锁 长者练好四头肌 对于平时走路 想下楼梯 甚至坐下起床 都很有帮助 三 九 三 接着我们练一个背肌的动作 动作会是一个前脚屈膝 后脚蹬直的动作 前脚屈膝的脚会是踩上根带的 留意正根带 两边的长度差不多 前脚屈膝的时候 留意膝肝不要过脚尖 身体前傾 挺胸收腹 两只手 放在身体两边就可以了 用力向后拉 一 二 这个动作 有助改善长者寒背的问题 不同颜色的橡筋带代表不同的阻力 长者做的时候 可以由阻力最小的橡筋带开始 如果家里没有橡筋带的朋友 怎么做一些负重或者阻力训练呢 可能用家里的一些宠物就可以了 比如水瓶可以帮忙 长者做负重运动 每次大约做20至30分钟 每一个动作做10至15下 最理想就是一个星期做2至3次 鼓励长者做运动的过程 大约需要2至3个月 可能运动的效果才会慢慢展现 但是过程当中都鼓励长者 他们可能是持之以恒 做的时候量力而为 不要一下子太心急 做运动的好处 其实反对最基本的 可能就是自己可以照顾到自己 能够维持到自己的独立生活 这一方面要做到 其实要配合几种形式的运动 带氧运动是一种 柔软度是一种 平衡力是一种 肌肉也是另外一种 医生说日常饮食 也可以帮助肌肉生长 年轻的人 他们都有些 我都听过会吃一些蛋白补充剂 其实这个是有绝对的科学根据 长者我们都一样 如果你能够将饮食 高蛋白的饮食 配合你的肌肉的话 其实是相得益章的 因为蛋白质是直接可以刺激到肌肉的生致 肉类其实就是其中一个 高蛋白质的食物的来源 还有鸡蛋 其实很多奶类的制品 鱼都是一样有蛋白质的 鸡起来 你不动它就会生瘦 人一样 那些物理 你每天都要动它 停留了就没那么好 顾如有些老人家 做得到 越多些做 经常做 身体有了 frei 字幕志愿者 杨人 里面 published урat